两部公车还有蓝色轿车停在路口 轿车驾驶火气很大 3号上午10点多 台中客运公车行经台中中青路慢车道 以四前方路口转红灯时 车辆超出停止线还往前开到路中央 造成对象蓝色轿车驾驶无法转入巷子里面 这可让他气炸了 公车司机一开始还坐在驾驶座上 没有下车 他的同事赶来关心还拍照 但车子并排停在中线车道妨碍交通 引发第二次战火 眼看后面回堵的车流越来越长 赶来关心的公车司机赶紧把车子开走 挡路的公车司机下车解释 稍早车子已经通过马路的一半了 刚好遇到前面塞车 刚才这个塞车塞很长 我怎么知道 你到底在这 塞车就可以 塞车就可以超越 你指线是不是 你的驾照这样好的 双方吵成一团 机车骑士也忍无可忍 其他无法通行的机车骑士 只能干瞪眼 辖区警员到场劝导双方 尽快离开 公车跟自小客车因行车动线的问题 而造成交通阻伤 警方到场后协助排除 双方没有提告自行离去 警方提醒驾驶应该心平气和保持安全距离 相互礼让才能让交通更顺畅 华氏新闻林建峰 小玉叶台中报导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